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震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南韩,其实 南韩最近的出口是有些问题的 他们找石穴也是在找一些方法去增强出口 当然,南韩去年 对美国的货物出口额是超越了对中国的 近二十年来首见 当然有些人就说 是否因为中国是拿少了东西不是 第一,就是因为美国限制了很多南韩的东西 不可以给中国,有些晶片、科技的东西 以及中国也提高了自主性 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我们知道 其实南韩也面对一些经济困难 有年轻人的困难 其实老人家也是困难的 南韩媒体 报了一宗新闻 其实也理人很深酸 在南韩的釜山 原来有一名八十多岁的老人家 在今年四到五月期间 涉嫌在金井区超市 是他爷 其实他拿的东西 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 令人很心酸 其实是拿罐头 和咸鱼 还有麻油 为什么呢 因为独自生活 经济也手头很紧 南韩的媒体也说 老人家 这样来说 当然他是犯了法 但侧面来说 挺让人心酸 这位老人家 在他们国家来说 也是一个英雄 因为他八十多岁 这位老者在韩战 最后一年是1953年参战 也叫做国家英雄有参战 退伍之后 就是行选 行葬了三十年 小孩就是独立 自己是成家垃圾 老人家 他的老伴 先走一步 令到老人家目前是独自居住 每个月就靠着政府六十万韩环 这个津贴是过活的 六十万韩环 大约 大概两千年三千元 再计算数字 是港元 当然 这位老人家 透鲜鱼 麻油 还有就是 罐头 被警方拘捕 他承认自己犯罪的事实 说自己真的没钱 没钱吃饭才出此下策 警方也考虑到他的案情不算重 他的生活真的很困难 已经为他申请简易判决 处理这宗案件的虎山警方 说这宗案件发现 独居老人很困难 其实还蛮好 他们后来也走访了 虎山镇区15个独居老人 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 其实还蛮好 说真的这件事要赞他 不是结束一件事 或者是发过声明 或者是简易判决就算 也要看看 区附近是否有独居老人有困难 这件事真的要赞他 这件事是做得好的 另外 除了是老人家之外 根据韩联社报道 南韩经济 最近持续低迷 其实他们 有些人说中国 很糟糕 年轻人失业率很高 其实很多国家年轻人失业率都很高 我们说回南韩 原来 京合组织最新将南韩今年的经济增长 预期是下调到1.5% 明年经济增长也将预期由2.3%调到2.1% 主要是因为出口疲弱 所以 市有时不过 出口美国 好啊 结束对北京的 这个依赖时代 你有没有想过整个原因 为什么 是赚多钱是过得好了 还是差了 你不要什么都以色形态行先 因为送去北京 依赖这些 不关事 是不关事 因为 南韩对中国的出口量很大 少了的话 对于他们的国家是不好的 哪有你这么 难听这个 哪有你这么衰竭 看到 只要是 跟中国大陆无关 是什么都好 不是这样的 你问一下南 找石穴都说不行 怎会跟轮角 关系那么差 有东西当然是 尽量和 轮角保持良好的商贸关系 早前南韩和中国关系都是不好 后来南韩都说 建立一个稳定健康关系 这句话可能都提醒 你不要这么告 过得真的很厉害 说回南韩的年轻人 其实都是 令人有点担心 因为现在南韩的出口疲弱 私人投资意欲也减少了 生活成本不断上升 原来南韩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当地媒体说的 是韩联社说的 南韩已经有68万名 年轻人 将定期存款 中途解药 即是咬自己的存款 出速 出速 因为生活压力 巨大 原来在南韩有一种叫青年 希望存款 是南韩当局 向青年族群推出 两年定期的 这个产品 有定存产品 当然 你知道了 定存产品的特点 一般来说是息口高一点 吃饰是多一点 可以随便拿出来 这个产品 年利率有10% 刚推出的时候 吸引大量的南韩年轻人申请 原本预计申请人只有38万 但到了后来 300万人申请 部分银行因为申请人过多 而系统下降了 不敢 上述的定存产品 去年2月上市 当时差不多300万人申请得低 现在到今年5月底6月未过 中途解约的人有68万4千多人 占整体的24% 等于 每4个人 就有1个人中途解约 为什么呢 南韩媒体有分析 如果 从年龄层来看 年龄越大 上述的定存产品 中途解约率应该是 越低 其中 19岁到30岁的 全户当中 解约率得 27.9% 年满30到34岁的解约率 21.2% 从 储存金额来看 定存未满10万韩幻 其实不是很多钱 几百元港元 中途 是 解约的人是最高的 有49.2% 储存金额10万到20万 就有48.1% 20万以上 就43.9% 30万以上40万以下的就是40.3% 好 50万 那 都是 不是很多钱 那就是 最低得14.8% 那证明了什么呢 你 存钱越少人 一般来说就打算再存多些 原来不是 存钱越少人 亦 越多人 其实 可能 他的赚钱能力强些 就不用动用到那笔钱 是 是 所以有钱人 他当然是可以吃息 什么都可以 因为他其他还有银 还有其他方法赚钱 是吗 当然 现在南韩年 轻人 是有经济危机的 到个难关 他们就说有几招 原来现在通胀很厉害 亦都出现就业危机 不少年轻人在勒紧斧头 刚才我们说的老人家 说真的老人家 我相信 刚才都看到 当地的政府 因为始终 老人家都是 好不好 亦都是危及到这个政府 年轻人都是 但是 年轻人很多人就觉得 因为我们 冬牙人思想 就是年轻人有机会不怕窮 但是其实年轻人都觉得 是比较惨的 不少年轻人都在勒紧斧头 为了到 这个叫做 难关 原来 他们就用三招 这个南韩媒体说 一 就是用这个App 去赚少钱 又或者 啊 当铺 其实这些 这样 挺深酸的 只是在吃老本 当铺 第三 就是搞一个不花钱挑战 南韩其实不少年轻的上班族 五休的时间 都会一边外出散步 一边看着手机 原来 搶着 是点到散步 App 里面 十元韩环 有人 就是抢超市的优惠 看看 不是散步App 如果你散步 好像大陆也有这样的App 散步 好像有些奖励 运动有些是奖励 你有听过这些App 大陆也有 很少 我这里没有 有人就靠着这个月的累积 有2000韩环 2000韩环 不是很多钱 并且希望下个月有4000韩环 其实就差不多赚到 一杯 咖啡的 钱 另外 由于 南韩对 信 这个信贷 评级的 审查 越来越严格 如果你 很年轻 当然 你年轻可能份量也薄一点 不少二十多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去当铺找一下机会 抵押的都是电子产品手机 有南韩的店家就跟这个 韩联社说 有人 你 换钱是为了 真是糟糕 这件事大家都很担心 还这个信用卡最低的还款 其实如果一直换最低的还款 小弟觉得 可能是个无底深谈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最低的还款就是还息 也不一定是息 反正有一个最低的还款 有人就是当手机和 是 笔记本电脑 就是用来生活费 你当一次 我不信你每个月都有一部手机 一部电脑 去当 是的 与此同时不花钱挑战 亦都在南韩 盛行 民众会通过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日常开支 和储蓄目标 一旦有不必要的花费 就会被其他的 用户阻止 即是说我今天 要只是用多少钱韩还 如果多了你不要这样 就自己设定目标 其实这样都可以 我觉得 第一个 用散步去 可以 赚少钱 第三个 我觉得是健康的 当然你如果不花钱 该花你也要花的 但是 第二个你刚才说的 去当铺 没有 我是有保留的 你说得对 你也有一部手机 可能有 我当你有两部手机 两部手机两部电脑 但你当完了就没有了 是的 还可以 而且你是最低还款 你不是一不过清 是的 所以大家的日子 都是过得紧 都是过得紧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请